第三轮疫苗意愿登记 原定到今天下午5点为止 不过现在确定延后到 19号中午12点收单 从20号起才会开始发送简讯 而截至到今天下午5点为止 已经有超过757万人登记 但是过半数的民众 还是只愿意施打莫德纳疫苗 不过目前莫德纳疫苗 到货量相对较少 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燕宣布 原定未来三周施打AZ疫苗 规划延长改成未来四周 都只接种AZ疫苗 按照目前的预约状况来看 如果人数没有大幅增加的话 18到49岁愿意施打AZ疫苗的民众 渴望在三周内都能挡到 第三轮疫苗意愿登记 原定只开放到15号下午5点 但指挥中心现在要延后到 19号中午12点才收单 而累计到15号下午5点 平台上已经涌入超过757万人预约 但超过半数民众仍然只对莫德纳 情有独钟 占比把愿意施打AZ的狠狠率在后头 不过莫粉们注意了 想成功达到疫苗 原定最快8月5号有机会 但现在恐怕得再等等 民众对莫德纳接种意愿高 但偏偏莫德纳目前到货数量相对少 青壮年想尽快产生保护力恐怕得投奔AZ回报 因为按照目前第三轮登记状况十八岁以上勾选愿打AZ的约有三百二十万人估计都能成功 打到疫苗 一轮大概一百一百一左右 如果说是目前不超过三百万的话 就是三轮就十八到四九岁就都可以打得到 当然如果莫德纳的人越多转到AZ的话 那当然就是这年龄就会再上升 民众对疫苗青菜萝卜各有喜好 但想打莫德纳甚至期盼BNT的短期内想打恐怕都不容易 解冻不到 混打疫苗是最近很热门的话题 但是WHO还没有证实混打疫苗的安全性跟有效性 国内目前也还没有开放可以混打 但13号在基隆有两名疑似诊所的医护人员似乎不清楚规定 到区公所要接种第二剂的莫德纳疫苗 被现场工作人员发现 他们第一剂打的是AZ疫苗 当场把他们挡了下来 混打疫苗效果还未知 但各地纷纷有民众尝试闯混打 现在在基隆也传出疑似两名诊所人员 不清楚规定插点混打疫苗 他在那边就可能就被挡掉 他不符合 他有单子我才可以打 我们是照明册打真的 13号两名疑似诊所人员 到基隆中正区公所打第二剂疫苗 由于他们第一剂打的是AZ 现场是施打莫德纳 加上第二剂疫苗是要直接向医院预约 所以两人在现场就被挡了下来 我们一开始在施打AZ疫苗的时候 的确是有一小部分的人没有注射到 但是必须要从CDC里面的网页里面去查询 疫苗注射出现漏洞 就连台北市14号也有老翁第二剂差点混打 还好被现场医护及时发现 混打疫苗到底安不安全有没有效 WHO还没有定论 如果民众恶意欺瞒 想要混打疫苗 甚至是网上交战如何闯关 指挥中心也会交由法治组 引以相关罚则 民众现阶段打疫苗还是要照规定来 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在台中也传出有长辈混打疫苗 这是在台中长辈圈最近流传了一份 闯关混打叫战手册 交注射过AZ疫苗的长辈 收起施打过AZ的黄卡 然后撕掉健保卡上的贴纸 到没有网路连线的快打战 顺利注射莫德纳当第二剂 总共有五名长辈闯关成功 但其中一名洗肾病患发烧不适 另外有退休的教授想来混打 被发现还气得大骂 卫生局发现有混打情势之后 紧急采购了毒卡机等设备 16号会将电脑还有网路 全面扩大到各快打战 要杜绝混打 快打战的地上居然捡到一张 注射打过疫苗的贴纸 难道真的有人撕掉贴纸 闯关混打疫苗 台中长辈圈流传一份闯关混打交战手册 交注射过A力疫苗的长辈 藏起撕打A力黄卡 撕掉健保卡上的贴纸 到没有连线的快打战 竟然瞒天过海 南屯区快打战一名70岁老先生 顺利打到莫德纳 中途掏出黄卡 把护理师吓得险邪昏倒 坦子丰元石刚也有快打战 被闯关成功 北屯还有一名70岁洗肾阿公 混打后发烧不适 连高学历的退休教授也想闯关被发现 还骂说德国总理梅克尔混打也没事 台湾为何不能 因为他有收到通知书 他问他的医师说 我打过了我可不可以再去打 医师跟他说你千万不要去 但他还是来的 原来是前几类打过疫苗的长者 又收到该年龄层的注射通知 系统没有连线 无法掌握疫苗注射记录 让五名长者成功闯关 做了人体试验 是否赶紧添贴毒卡机等设备 想要闯关的其实不止武力 甚至他打完了以后才拿出黄卡出来 说这个需要开证明帮他盖章 我们从明天开始 所有的快打站 全部都会经过线上版的查询 由于目前混打研究还在进行中 医生提醒民众不要贸然尝试 至于闯关成功的这五个人 中央也会围请法治单位来了解处置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国内疫情持续稳定 今天国内确诊数再创新低 新增14例的本土确诊个案 集中在双北跟桃园三线市 另外新增了6例死亡个案 指挥中心透露 会是7月26号之后的警戒管制措施 看看是不是需要调整 因为国内疫苗涵盖率 已经超过18% 726解封降级并非不可能 但是有医师并不认同 认为应该等国内不明感染源 连续14天加零再谈解封 为解封迎来小确信 电影院陆续涌入人潮 本土个案15号再创新低 确诊数字有14例 另外还有4例境外6人死亡 本土确诊者集中在北北逃 而且都是在居隔期间确诊的 就占了一半 民众期待已久的解封日 似乎不远了 那我们确认他可以做得好的时候 这时候给他适度的松绑 当然这些措施我们会不断性的 不断的滚动 指挥中心透露726警戒管制检讨 是否需要调整 毕竟目前已经有超过433万人 接种疫苗 疫苗覆盖率超过18% 要降级不是没机会 但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成员 李秉银持保留态度 他觉得要解封 就要等到国内不明感染源 连续14天加零 不然就应该保持微解封现状 尤其国内目前接种率还不完全 根本无法作为解封参考 基本上如果要达到解封 可能要社区清零 可能还要达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以目前的病例数来说 每天都还是大概有十几二十个 疫苗的覆盖率可能要达到六到七成 当然是希望因为很久没看电影了 然后还有很多大片都等着要上 应该是我觉得蛮有希望的 如果疫苗的覆盖率够高的话 那就回到正常的生活 究竟该不该解封 大家好期待 但一届仍有不同意见 就怕国人太过放松 病毒趁势反扑 解台北综合报道